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 《芒向快報》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0年12月10日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珍力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二台《徵香報》 還有三台《沙冷卷》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澳洲和中國罵到不凍凍 現在新近又加了一些馬 是嗎? 發生什麼事? 應該這樣說,又是被大佬堆死了 現在澳洲的業界 棉花和小麥的業界 已經被警告了 可能他們 其實棉花和小麥 雖然之前有阻滯的入口 但是還沒有完全封死了 但是現在他們已經在內地收到風了 他們當然有很多合作伙伴說 可能下一波就是 蓮花和小麥 都已經全部倒死了 不可以再進入中國市場 但是在這個時刻 具然他的魔種大佬 特朗普先生大統領 原來是他把這個市場補進去 其實大家都記得 中國旅行當時 特朗普政府作出140億農產品的承諾 其實當中包括棉花和小麥 現在中國政府想著 既然澳洲的魔種那麼厚 就算了 就讓你大佬進去 但是為什麼大統領不反抗? 真的不是大家站在一起嗎? 還有你會發現一件事 自從魔種罵趙立堅先生之後 還叫中國道歉之後 大統領是異常地低調的 只有肥沛奧的小孩 在國務院的一位人慶政 發了一條推特 我支持你 我們國務院是會用澳洲紅酒一碼 這麼多 大統領是異常地低調的 不知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 哎呀好啊好啊 喜歡有傻子 正的正的 快點去死 所以呢 其實呢 我是認為 大統領沒有空 因為他要全力搞選舉 這個是我的看法 他要為我搞選舉 現在他都沒有幫摩托出聲 我為什麼要幫你出聲 我自己都沒有空 怎麼會幫你出聲 你有什麼去找肥沛奧 是啊 哎呀我可能還要搞當傳媒 你自己搞了 拜拜 當然了 我一滾一角傳媒幫幫忙 誰打你你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摩總呢 都是 斯克莫羅臣政府 就是現在 執政的政府 聽取了 有關澳洲 向中國出口 大概呢 就有 5.7億澳幣 還有6.2億澳幣的棉花 和小麥的 如果沒有那麼差的中澳關係 他就聽了業界說 大概有這個數 但是已經是致命性的打擊 之前我們都說過 如果再進一步禁止 這個棉花和小麥的話 澳洲的農產品 自從中澳關係不好以來 總共就會損失70億澳幣的 之前我們這次的節目也說過 中國的貿易限制 已經擴展到塔斯曼尼亞 和南澳的原目 之前只是維多利亞州 和昆士蘭州的原目 但是現在已經是打擊到 這兩個比較藍的州份 就是南澳和塔斯曼尼亞 還說過 有一個牛肉商 掛牛頭賣肉 賣肉 其實都是傑傑傑傑的 中國也會在第六間 都會禁止他的肉是盡口的 其實這個最新的舉措 我們的偉大的 Bermingham 亞燦知本來不認識他也知道 每天都提到他 白明漢先生 他就指責中國 作為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 我們簽下了中澳自由貿易協定 為何你破壞了合約精神 北京應該負全渣 等一等 你的妹妹來到 是要在關口檢查 你的牛肉來到 是因為要防疫 是不是? 一樣東西都要防疫的 還有檢查到你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告 還有木材 我們都說過 他真的找到 那些 蚊蟲 就是那些害蟲 所以其實 還有家產都說過 這個掛牛頭賣肉更加嚴重 我就當中國玩你 但是你現在是被人家進入 加上我覺得不是玩 因為你真的有這些過往的不好的明星 而且連你歐盟自己都來禁你 你怎麼說呢? 禁你的不是什麼 歐盟會說你虐待動物 是 之後這個白明漢先生貿易部長說 中國完完全全破壞了自由協定的文字和精神 中澳貿易協定實施以來 中方積極旅行義務 這個是大使說的 是中國駐澳洲大使說的 但是形成對比的是 2018年 十幾個中國副澳洲投資項目 被澳洲以莫須有的安全理由和國家理由拒絕 我們之前說過 搞到澳洲國內地產商都很不及 大哥我等他救命 他幫我買一座大廈的 大哥幾百億的 結果他就拖了 他整個什麼委員會就說 他又沒有給你游理 就說別等 所以有關情就說 澳洲是很無恥的 這樣搞法 我都對你沒什麼 你幫你大哥而已 我和你無仇無冤 做人說道理好 那你不說道理 唯不是唯有我又不說道理 當然百明岸先生都繼續 complaint中國政府 他說中國政府這幾年缺乏了對澳洲國安的保護 他是普通企業而已 還有買座樓而已 說真的 有什麼國安呢 曾先生說 是的 其實很多澳洲的農民都擔心 但是感到不敢言 我們都說過了 因為摩總和梅鐸 站得很近 澳洲農民擔心 是中國對特朗普政府的承諾 會履行 加劇了澳洲貿易的損害 因為他覺得特朗普政府趁這個時候會將澳洲在中國的市場全部填 當然是 不用擔心 現在正在做 因為中國和特朗普達成了貿易協議 承諾中說2020年將其農產品購買增加14億以上 達到500億澳幣左右 其中包括剛才所說的棉花和小麥 我們今早的節目都說過了 維多利亞洲兩家高陽和羊肉出口商 澳洲藍公司和JBS Brooklyn 其實都是在19次疫情之後 被中國停止了4個月的許可證 但是維州爆發得很大聲 就算維州現在都被完全解封 其實這是合理的 說句老實話 這個反而是中國禁止你 我不是說其他人不合理 這個呢 是沒得批評的 你之前說中國玩東西 但這個真是 任何國家都要看定一點才再開市場給你吧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但是那邊商 又是我們就說了 美國爆發到爆發聲 這兩家羊肉廠的人就說 為什麼美國爆發到爆發聲 你不禁止它 對呀 一點困擾都沒有的 大家知道其實美國 12月8日的時候一天已經是22萬宗的新個案了 那傻仔當然了 美國市場 就佔據你澳洲市場 大佬 拿了你的市場 走而已 沒什麼東西的 之後呢 現在的農民開始 農民和這些羊肉廠 牛肉廠已經很害怕了 現在我們的牛肉羊肉都病禁了 為什麼美國沒事 而且美國 就是他暗暗諷刺魔總 明明美國才是真真正正對抗中國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 那沒辦法 因為這個Scott Morrison 他跟機 你會發現魔總這個人很搞笑 他是有一點點奴才的性格 就是美國叫他1 他起碼要做2才行 他玩認真 玩得太厲害了 就是跟獨佬多的那些 走著走著走著 你玩著玩著你不同 嗯 所以其實 大家知道 美國 美國呢 那些農民 爬了莫總 為什麼美國可以 咦 我們這麼慘的 我們也說過 他跟澳洲《曼報》 公疑 因為怕被人搞 所以就不敢說自己的姓名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你有沒有蠢一點啊? 美國在拿著我們的市場啊 大佬 你還跟著? 就是美國沒有義氣 這件事沒有義氣 大家都知道 都很明白 但是摩總筋基金到督美 都是難以理解的 到現在這個地方 其實鐵角色 但是我都講過了 其實鐵角色反而是升了的 還有可能會錄得澳洲歷史上對華第二高的記錄 雖然這個鐵角 大家知道現在兩國關係不好 其實11月底澳洲對華的出口 即鐵礦石也是達到1400億澳幣 也挺厲害的 不好意思 總出口量是達到1400億澳幣 鐵礦石是最大出口商品 已經達到850億澳幣 接近十年來的新高 其實中國是未完全賭死的 因為第一 中國可能真的要用 第二件事就是 傾談的 其實中國人的智慧也是 我覺得不會完完全全地趕狗入窮行 其實這個中澳關係研究所所長說 北京在展開8個月對澳洲的貿易磨擦之後 令澳洲人十分失望 因為本來紅心勃勃澳洲想經濟復甦 但是現在很難實現快速經濟復甦 但是你記得我們白明漢部長還說 澳洲經濟復甦跟中國一丁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整個摩種政府難聽說是不食材 人家有個下台階 但是他也是覺得要拿位拿到盡 要踩盡 其實很多友派都會這樣發覺 其實陶傑那些人都是這樣 基本上他們那種喜歡這樣做 中國人就是你敬我一隻我敬你一仗 他不是的 他們認為你讓一讓他就來 應該說傳統那一隻 跟拜登那一隻不一樣 應該這樣說 他澳洲那一種是老粗型的 他不會明白 你是要對不同型的人做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你看到拜登那種型的 就陰陰濕濕型 你笑笑口他 他笑笑口對你你就要笑笑口他 不過要大家防住對方 打太極 所以我覺得杜魯多真是挺聰明的 他是個政棍 其實他這個政棍是做得稱職的 加拿大利益是有得著的 加拿大又是頂了澳洲的煤炭市場 大家看看 很明顯孟晚舟事件 他一開始我不理 他不會說 頂了當你捉了 當中國捉了兩個犯法的加拿大白人 他才不斷開兩句聲 又說你什麼零霸外交 那些這樣的說話說出來 但是說而已 你生意仍然是做的 仍然是有原則的 知道有些時候不可以 令到中國在他自己國內沒有威信 這件事是一條底線 其實一開始已經說到 中國是給你面子 你不要碰這件事 你就不要碰新冠 不可以說新冠是中國搞出來 這一條是底線 這個是觸及我的威信 說得很明白 但是你總是要碰 老多也不碰 而且他碰還是 永不回頭 踩到落底 Turbo踩行 魔總你發現了 他很奇怪 這個人是很難理解的 是 講一講 其實澳洲農業部12月份 都是預測 澳洲的棉花 棉花農民就會 進一步的打擊 其實他就掃了數據 就說 截止到7月底3個月 其實 美國 出口到 澳洲 出口到 中國的棉花 達到 13億澳幣 其實這個 比過往都多 都是中國對貿易戰當時談判的一個承諾 所以老超的也是打臉 因為證明了中國人是首信用的 但是 農業部就說 他都 害怕的 其實如果再這樣大量 出口棉花 就是指美國出口到中國的話 我們的銷售壓 會帶來不確定性 以及現在中國關係那麼差 他就怕棉花會完全禁止 入口到中國 但是現在的情況好像不單止棉花 搞到連這個 所謂紅酒都好像剛剛說 看到有一個 就說 很多紅酒商 喬喬喬 是嗎 是 我再說一說 這個是農業部的數據 他說如果真是施加棉花限制 棉花降價就會 直線下降到34元 其實他都很害怕 大家都知道中國對澳洲的煤炭禁令 都是 很嚴重的 11月份 中國 就是向中國的交付量 就是煤炭交付量 一個月已經降了78% 只剩下140萬噸 我之前也說過 中國的外海 在海上 有83艘 煤炭船 沒有得上岸 大約13億澳幣 是在上面 所以令到 坤士蘭州和 新南威爾州的生產商 聖誠聖誕期間本來有些地方都是延長工作的 因為煤是賺錢的 其實現在都關閉了 直到 九月份 七月到九月 其實 澳洲 對中國煤炭出口 減少的量已經超過一半 大約減了18億 和去年同期比 就是 去年同期是 57億 其實 也挺淒涼的 當然 澳洲政府 為什麼說它永不回頭呢 這個Turbo開盡呢 政府剛剛通過了對外關係法案 其實主要是針對反對黨執政的維多利亞州 因為他們簽了一些一帶一路的協議 大家知道其實之前摩仲和維州的州長罵得火紅火綠 因為維州州長就覺得 我們簽了東西是不是應該 利行協議 而且對維州是有利的 結果 好不好 都是給摩總刮臉 是的 就給摩 應該 和梅鐸 因為梅鐸每天都罵他 因為反對黨 其實 整條法案就是 地方政府 包括州政府 和大學 和海外政府 絕大部分的協議 都 不可以有 這個 決定權 一定要 由聯邦 議會通過才可以 實行 當然 右翼的政府 一個國家黨 就是 一些右翼的 政團 都說 厲害了 這些才是好事 但是 其實 現在這份法案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檢視中國的 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他們就說 對於所有 對外的安排 都有一個登記冊 外交部長決定 會列入這個 決定會不會列入這個登記冊 登記了之後 還要審議 之後 如果 這些外國的投資 或者協議 可能帶有這個國安的話 就全部會被禁 即是 即是美國的招 美國的招 甚麼都借做國安協議 其實他是用了 美國最差的方法 去 去搞中國 是 另一邊商 好像有一群按摩的 澳洲旺人 開始 這些華人 已經兩國關係不好 對華人已經不好 一群 黃人 列了一條 41間 杯葛的清單 就只是 澳洲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澳洲本地的 酒莊來的 只不過 是 他們覺得 他們 其實完全沒有查證 就說這些 多數都是中國人 全資勇引 或者部份擁有 這麼怪畜 其實 我是很不明白那些黃人 其實 你 自己就當你 當你不是來自中國的華人 但是 你這樣也害了其他華人 他們不理的了 以前說我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但是 他就是因為他說自己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他要表忠 但是 其實 出到街 別人是不分 你也是罵他 他不理 總之 總之 將來我講什麼 講 必要是你說 這樣我好的 我講兩句 日本話 看點滋娃 混過去都行 日本人 在19病毒 都是當華人 但是他們當然 就是 就是你的中國人 何衰家 這樣說 對 即使被人打 都不是什麼 是你中國人 所以總之 那為什麼不是 是打人的那個人呢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他高尚 他是高尚 總之就是你錯 其實這些就是 陶傑港的小龍DNA 其實搞到華人的走傷 就是左右為難 已經是那麼慘了 被人杯葛了 之後 又收重稅 老實說 就算他是 他是中資的話 他交稅 也是澳洲都要交稅的 有什麼錯 他們沒有這套道理的嘛 他們會說你是一個左膠 他們用的道理就是 你不認同他的香港人就是左膠 就是一個貪錢的人 標籤了所有的東西 然後就告訴別人 我是一個高尚的人 自己催眠自己 有沒有辦法 但是他們 他們有些人都是很清醒的 看了一些評論 他們都說 這些 跟我們之前說的一樣 就是跟香港的事件一樣 這些走傷 是中國人擁有 但是請的都是澳洲人 而且他都是交稅給澳洲 大哥 你這樣是不是比較愚蠢了一點 就是我們當時說 你看到有些公司都是 中資是香港營運 但是他請的都是香港人 大哥那些交稅都是香港 幸好你有味道 而且這些是他們說的嘛 他們是想 藉著這樣看 看能不能報復這些人 最重要是報仇 大家留意一下 朱凱迪教了一句 香港人要報仇 我們這班人都要報仇 報什麼仇 因為沒有仇報 滿腔遠分 你沒辦法的 還有我懷疑這些人 有多少真的在澳洲住 有多少真的有PR 就是了 有很多 說不衰一點 可能都是只有八口 是 很多根本不知道 其實 這些酒莊都請了很多 香港工作假期的那些人 大哥 他就彩你有味 我以前塔斯瑪利亞都做過酒莊 彩葡萄那些 其實都請了很多香港人 有些 有些 Manager 都是香港人 因為他們英文好一點 不過人 人 一政治上頭就瘋狂了 他們不會理的了 差不多 多謝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歸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